大家好,我是David老师,总统老师 今天老师教你的韵音组合为OME 我们发音为OM 或者我们可以发音为UM 我们来看这个声词的介绍 我们有OME,我们可以发 OM 我们有CROWN,DONE,NONE,HONE,TONE OA语音,我们发UM,UM,UM 我们有CUM,SUM 好,我们来做一点发音的复习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什么叫做VALS 什么叫做VALS VALS也是我们讲的母音原音 有A,E,R,N,U A,E,R,N,U A,E,I,R,N,U 而在短母音短原音中,在自然评论中 我们称它叫ShortVALS A,A,E,R,N,U 好的,同学们有注意到 在国际音标中 我们把长母音长原音中 我们在讲的A,E,R,N,U 有没有注意到 长母音长原音 它们有的是由两个符号所组成的 两个符号组成的长母音长原音 在国际音标中,它的名称叫DeepSums DeepSums DeepSums 也就是双母双圆 而在国际音标中 我们讲自然拼图中的短母短圆 A,A,E,R,N,U 好的,有没有注意到 在双母双圆 在这个长母音长原音中 双母双圆中 在自然病毒中 我们有发现其中有一个不是有两个符号的 在国际音标中 它不是有两个符号的 因此在音式发音中 我们在这个E,E,E 后面我们加两个点 这个就是它们的长母长原 如果没有两个点 则是 变成若母,若圆 好的,那我们先来 再做一点进阶的复习 什么叫做V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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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R,N,U 也就是我们讲的母音 或者原音 它的好朋友叫SemiVals 叫做SemiVals A,R,W,Y 是我的母音跟原音 它的好朋友叫SemiVals 有R,W,Y R,W,Y R,W,Y 这种翻译成半母 或者半原 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假性母音 假性原音 所以英文26字母 拿掉A,I,O,U 以及R,W,Y 之后剩下的字母 在自然拼图中 我们都称它就是Consonance Consonance Consonance 也就是我们讲的子音 或者是辅音 指音 或者是辅音 好,那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就是 为什么OME 念 OME OME 也可以念 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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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看这个 运音组合 两个都是OME 但是一个发音为 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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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E 好,所以我们各选一个字 我们就选OME好了 OME 比较简单 OME 我们OME 我们写OME的时候 我们写OME OME OME的时候 我们写COMM 首先我们看OME 它的第一个音H 是个Consonance O VAL M Consonance E VAL COMM的话 C C Consonance O VAL M Consonance E VAL 有没有注意到最后一个结尾的 两个都是E 那结尾E的时候 我们就是称它就是ENDING E 或者我们叫做EENDING 不管是结尾E EENDING 它都会套用一个公式叫做SILENT E SILENT E SILENT E 在自然频度中就叫不发音的E 不发音的E 所以我们要在结尾E的地方就写E 就写一个E就好了 结尾E就写E 所以HOME就是C-V-C-E COMM就是C-V-C-E 我们重新写一下 所以HOME也就是植母 子E COMM 植母 子E HOME也可以说它是辅源 辅E COMM也可以说它是辅源 X-V-E X-V-E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来操作一下自然频度 这一块 我们来操作自然频度 首先 操作这个自然频度 我们通常都是从左向右看 或者我们讲说 从前向后推 找到第一个母音跟原因的位置 我们停下来 我们看它的正后方 有没有其他的母音跟原音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称这单一的母音跟原音 它有个新名称叫做Nucleus Nucleus 也就是合音 Nucleus 合音 合音的前方 我们都称它叫做Onsight 也就是手音 所以HOME的手音在H 合音的后方 我们都称它叫Coder Coder 也就是尾音 所以HOME的尾音在ME 同样道理 COME的合音在O Onsight 手音在C Coder 尾音在ME 好 那我们知道了之后 我们先回到最上方 回到最上方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了解 O ME 所以我们今天各选一个字 我们就选COME 好了 COME算是破音字 所以它的C 是我的手音 O 是我的合音 ME 是我的尾音 好 我们来看 我们的手音 Onsight 是C 合音 Nucleus 是O 尾音 Coder 是ME 注意一件事自然拼读中 很重要的 合音 加尾音 在这个地方 合音加尾音 合音加尾音 也存在Nucleus Encoder 就会等于 韵音 或联音 英文解释就是 Rhymes 韵音 押韵的音 联音 联起来发音 好 我们来看自然拼读规则 自然拼读规则 当你的韵音中 如果包含的母子指 或圆伏伏的组合 通常你会得到短母音 短母圆音 当你的韵音中 能找到一对母母音 或圆圆音 你会得到长母音 长圆音 那现在 今天用的这三号公式 三号规则 当你的韵音 中 结尾的最后三个字母 刚好是母子1 圆伏1 通常你会得到长母音 长圆音 所以我们看 OM音的发音形式 OME 就是母子1 或圆伏1 所以我们看的方法 这英文就叫Val Val Space E Val Space E 也就是中间这个M不要去看 那后面的O跟E做结合 结合变二合Val Diagram 二合母音的时候 前方 要念长圆 长圆 所以OME念 OM的时候 这是正常 但是 有没有注意到 如果OME去念 UM的时候 这就不正常 这个叫做破音字 来我们来看 为什么是破音字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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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长母长圆念 O O O 它的短母短圆念 A A A 有没有注意到U的短母短圆念什么 A A A 也就是说当O 没有去念A 也没有念O 而且去念U的短母短圆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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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 这样子的发音词 我们称这样子的发音词 这是一个破音 Variant 可变化的音 好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规则 我们先来看OME 正常上 发音词念什么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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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音CHR Ch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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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Don Don GN N None NON None H Home Home H Luna T T Tौ T、Tョ Tオ T... we about ズッ 嗯 嗯 嗯 CHLOT Crown D Dong GN Nong H H T Tong OmE破音 嗯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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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进行最后一遍 第三遍之前 还要请同学们多多的运用 以及了解什么叫做运音 透过了解运音 改变前面的手音 我们知道手音加运音 也就是一个发音的基本逻辑 也会有个近视音的运行 同学们还是老师希望你们今天找到 这个字组 OmE 希望同学们去线上字典 我们来跟字典查查看 这些声词 声字 他们的意思 不但要懂他的拼读 说的技巧 更可以了解他们的意思 把它背下来 那么先进最后一遍 OmE O Chrome Chrome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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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